小伙在户外发现一台荒废的庞蒂亚克火鸟 经过向当地人打听 这台庞蒂亚克火鸟已经荒废在此21年之久 小伙见现在这台火鸟已是无主之物 也是当即决定将这台火鸟拖回去进行修复 小伙先是将几个深陷泥土中的车胎充满气 随后将已经生锈的车门打开 好消息是原车的启动钥匙还插在车上 不过驾驶室内的座椅扶手箱之类的物件已经老化严重 检查完后小伙也是开来拖车 准备将这台火鸟拖回去后再进行仔细检修 可以看到这台火鸟虽然荒废了21年之久 不过整体的外观件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害 拖回家后小伙第一件事肯定是检查机舱中的情况 让小伙惊喜的是机舱中竟然是一台70年代早期的350发动机 要知道70年代的庞蒂亚克火鸟一般搭配的则是305发动机 而305只有135匹马力 现在机舱中的350虽然仅仅多出了10匹马力 但是在当年却先有人为其自讨腰包 小伙也是将空气滤芯拆卸下来 看到机舱中的一切配件都极为原始 这也激起了小伙好奇心 要是将其修复后 这台火鸟的驾驶感受应该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当即小伙拿来气枪将机舱中的落叶清理干净 清理后的机舱看着也是整洁了不少 随后小伙将量由齿打出 从齿间的机油来看里面的情况还算可以 检查完后小伙就开始拆卸火花塞 可以看到拆下的火花塞也是嗅饰严重 最后小伙足足拆下了8个火花塞下来 这代表机舱中的这台发动机还是一个大V8的发动机 随后小伙又开始用扳手扭动发动机皮带轮 可以看到曲轴皮带轮和发电机皮带轮也满是嗅饥 唯一的好消息皮带轮经过几十年的停放 还没有被完全卡死 接着小伙开始了对这台火鸟检修的第一步 先是用扳手将由底壳的螺栓拆掉放出里面的机油 可以看到流出的机油经过几十年的停放 还没有变质这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整个底盘保存的也非常不错 唯一的遗憾就是常年的荒废使得底盘满是嗅饥 将机油排空后小伙也是更换上了新的机油滤芯上去 接着就是加入进新的机油进去 将机油的问题解决后 小伙又拿来新的电瓶将其安装上 把电瓶装好后小伙赶紧来到驾驶室内 拧动启动要是发现整车限速已经通电 听着机舱中发出的声音小伙也是兴奋至极 遗憾的是当小伙拧动启动要是时 发动机没能按照预想中的运转起来 可当再次启动时老旧的火花塞也能正常发出火花 为了能顺利将沉睡的发动机启动 小伙也是准备更换上全新的火花塞上去 将火花塞安装上后 小伙认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是化油器也出现了些许问题 只好将管道拆除 随后再次尝试启动 可依然还是无法正常让发动机运转起来 才发现是管道里已经堵塞了 从管道里喷出了红色的粉末 现在小伙只能手动将燃油吸出来 而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管道里流出了大量的燃油出来 小伙也是赶紧将管道连接在化油器上 随后小伙两人再次尝试启动 而这一次虽然只启动了短短的几秒钟 还是让小伙两人兴奋不已 接着两人再接再厉尝试启动 而这次启动的效果明显好处很多 后面细小的排气也是发出轰鸣的声浪 机舱中的发动机也是运转得十分良好 还别说小伙能将这台已经荒废21年的发动机启动 能说明两点问题 第一就是小伙的技术水平确实不错 还有就是这台庞迪亚克火鸟的质量也是无可调停 为了能使这台火鸟运转得更加稳定 小伙也是更换上了一台新的交流发电机 这展新的交流电机与机舱中的老旧配件 也是显得格格不入 为了测试这台新的交流电机 小伙也是再次起动 机舱中的发动机也是轻松运转了起来 而从排气管发出的声浪也不听出 现在这台火鸟的情况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小伙看到这也是乐格格格不入阻 这次还真是剪刀宝 现在要是放在网上拍卖就能获得不响的微报 随后小伙开始了对机舱中的化油器动起了心思 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小伙终于是将化油器拆卸下来 此时可以看到化油器的电圈也是老化严重 小伙只能用螺丝刀将其清理干净 接着小伙又将化油器带入室内 准备将其拆分开了 拆开后发现化油器也是出现了损坏 现在小伙心里也没底能否将这化油器修复 只好将其完全拆分后放入超声波中进行清洗 而这清洗约15到20分钟左右即可 当再次打开盖子取出后 可以看到化油器的部件整体干净了不少 接下来就是将拆分的化油器又组装上去 随后小伙也是将清洗修复后的化油器装入机舱内 安装好后再次尝试启动 而这一次一点就着了 发动机更是运转的极为良好 现在小伙准备对整车的刹车系统进行检修 拆下车胎后发现轮毂也是锈迹斑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拆开 里面的制动器可以看到早已接满蜘蛛网 而且磨损的也极为严重 现在这种情况小伙认为只有重新购买刹车系统 因为这已经完全没有修复的必要 小伙也是一一将其拆卸下来 再更换上新的刹车系统上去 而趁着小伙的父亲在更换刹车系统的同时 小伙也是来到车底检修刹车馆的 不过小伙也是发现车底的刹车线成色还算可能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简单更换了一根软管就大功告成 接着小伙又用电动扳手将车底的油箱拆卸下来 因为现在小伙还是用的临时燃油箱 还不知道这原车油箱是个啥情况 小伙将油箱拆下后再用螺丝刀将其敲打开来 这一看里面还真是不得了 小伙也是发出无奈的叹息声 最后发现燃油箱里也是生满了锈板 也没有修复清洗的必要 小伙也只能选择去逃一个拆车件来安装上 而小伙的父亲这边则是用打磨机打磨上面的锈板 这也算是废物再次利用了 将锈板打磨后看着也是顺眼了许多 将一切都检修后就是车胎的清洗 小伙也是想花最低的代价来修复 两父子也是亲自动手将每一个车胎清洗干净 可是几个轮毂上的锈板也是难以清除 小伙只好用除锈剂来浸泡每一处生锈的地方 浸泡半小时后两父子再次进行擦拭 最后再用清水冲洗 可无奈结果却是差强人意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小伙只好将几个车胎拖到专业的店铺进行维修 另外还更换了四条全新的车胎 还对每一个车胎做了一个动平衡 而经过专业人士的检修后 轮毂看着也是好了很多 现在换了新鞋的火鸟看着也是动力师子 小伙也是赶紧进入驾驶室内感受这台经典肌肉车 上路后小伙也是显得极为兴奋 小伙也没想到自己能拥有一台经典的庞迪亚克火鸟 虽然这台车现在那时还破烂不堪 但是相信小伙后期会将其完美修复 感受完动力后小伙也是回到自家院子练习飘移甩尾 还别说一个大男孩的快乐是如此简单 一台破烂不堪的肌肉车就能够满足 这样一台庞迪亚克火鸟你们想来上一台吗 欢迎打在评论区